我们人生有时候不需要追求成功 我们平安快乐地过一生 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烦恼 能够快快乐乐地一生平安 难道我们不就是自己一生的成功吗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虽然事业做得很大 日子过得很不快乐 他每天有烦恼 在工厂里有烦恼 回到家也有烦恼 就连睡在床上 他也是苦闷难过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也找不出来 他到寺院去向法师请教 法师就告诉他 我有四个锦囊庙寄给你 锦囊上面都编了号码 你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按照号码一个一个打开 第二天一早醒来 他打开了第一个锦囊庙寄 里面写着 请到山上或者公园里去散步 他颇为惊讶心想 为什么要我到山上和公园去呢 既然法师这么指示 那我就上山吧 他到了山上 空气清新 鸟语花香 眺望远处的景色 美不胜收 他突然想到 这些年就知道赚钱 就懂得在工厂里拼命的工作 完全还不知道 有这么美好的天地 美好的世界 当一个人能够欣赏 你周围美丽景色的时候 你的心情会突然喜悦起来 他又打开了第二个锦囊 上面写着 微笑说好话 赞美你的太太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他去做了 一回到家 他笑容可拘地对太太说 太太辛苦了 孩子你好吗 赶快上学了 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觉得 父亲怎么突然之间关心我们 变了一个人了 感到十分的欢喜 他自己的心情也越来越快活 他满怀欣喜地到工厂去上班 打开第三个锦囊 只是他要赞美他的部下 他客气地说 他客长你好 你工作得非常的认真 组长你好 你非常努力 带动了整个工厂 生气勃勃 于是大家更加努力地工作 到了下班 他一照第四个锦囊 到海边沙滩上 在沙滩上写上两个字 叫烦恼 刚刚写完不久 黄昏的潮水一来 就把两个字冲掉了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才明白 原来人间一切 来来去去都不长久 想通的人 才是懂得真正能够生活的人 台长告诉大家 有些人一辈子给自己制造的痛苦 有些人一辈子控制的自己 每一分钟的快乐 今天如果你们能够让自己 每一分钟一个小时开心 不要受那种烦恼的困惑 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分钟 这一个小时的快乐 所以这一分钟的快乐 就会让你心中 失去一分钟的烦恼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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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